现在是凌晨一点半了 除了一个假抗的原因 还有一个呢 最大的困扰呢 就是失眠的问题 根本睡不着 我有尝试去看中医 再吃中药 吃了大概有十几天吧 然后呢 我这几天呢 再吃这个退黑素 就是它可以调整睡眠的 因为睡不着 真的是太难受 太辛苦了 我吃了退黑素之后 就前面几个小时 就很困的 就很快呢 可以就是翻来覆去 翻两下呢 就可以睡着 但是呢 到了下半夜 两点啊 或者一点多 或者三点多 我就会自然都会醒来 醒来了之后呢 就一直都到天亮了 所以还是挺辛苦的 然后最近白天的精神状态呢 都不是很好 你看我的眼睛都是肿的 因为持续失眠 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之前去看了医生 医生他说 最重要的呢 第一个跟我的假抗有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可能心里 就是想的事情 就是太多了 然后我本身可能 就是这个人呢 心里数字也比较低 就一点点有什么心事啊 或者有一点点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第二天要做的话 我呢 就 这个晚上呢 就会完全失眠 就不用睡觉了 那一桩 所以呢 还是挺难调整过来的 医生呢 也没有说怎么样 反正就顺其自然了 因为现在失眠 也不是说一会半会的时间 能调整过来 你看我最近视频也更新的挺慢的 就两天一个 三天一个 所以呢 也没有给自己很大压力 只是我还 就是正常工作呢 还没有恢复好 不过呢 最近做的腊肠啊 然后还有一些糕点啊 算是量很少的 就是比较少了 也就还好 对我来说工作量不会很大 现在凌晨快三点钟了 睡着睡着 半斤又跑到我房间来了 他撒娇了 他现在 哎呀 失眠真的好难 半斤你下来下下来 走 我们起来了 我下半夜睡了 睡了好几个小时吧 应该有三个多小时 但是还是感觉 哎呀 好累啊 好半斤下来 下来 走 我们起来了 走喽 起来了 睡不着就早点起来吧 哈哈 早上好 走 我们进去吧 外面冷冷哦 妈妈在 葱、豆、姜 待会还吃馒头哦 妈妈做了馒头 这两天 再蒸热了 南瓜馒头 南瓜馒头 嗯 半斤 转来转去 转到我都头晕了 你那么早跑进我房间去了 这个就是妈妈做的 南瓜馒头 妈妈吃黑豆 我吃原味的豆浆 南瓜馒头 半斤狗绳 狗绳在哪里 想去玩咯 哦 哈哈 她知道要拿给妈妈咯 现在咯 因为最近都是妈妈留半斤 带她下去玩 她很开心 是哦 好开心哦 走咯 一下去精神的钥匙 半斤走那么快 有点疯了 下来 有点凉 早上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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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可皮了 她 游了特别快 给妈妈 梳一下狗毛 听到有狗在这里叫了 所以她也不安稳的 她 前面要过一点 梳了 你给我顺 梳完毛了 妈妈说带半斤去另外一个停车场里面 半斤会带路了 妈妈说的是这里 这里面有一个临时停车场 然后之前她是跟李姐 还有庸哥 也是在这里带半斤奔跑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 妈妈都带半斤来这边 不过我没有进来这边过 我也不知道这里有一个临时停车场 半斤半斤 别激动 别激动 好啦好啦跟你玩啦 还要凑过去轻轻抱抱了 还要轻轻抱抱 说调调话 哎呀 好啦好啦 激动得很啦 叔叔上班班了 好啊 叔叔上班班了啊 拜拜 拜拜 好 亲亲亲亲亲 哎呀 半斤激动的钥匙 你看他又跳上来了 哎呀半斤干嘛啦 坐下别激动啊 哎呀半斤老激动的 天天都见面 小姐今天早点出去 然后早点回来陪你啊 好吗 然后我要过两天才给他做吃的吧 等缓缓就给他做了啊 做一些零食给他备着吃 因为半斤可听话了 他妈妈在里面弄东西 刚刚我已经吃过早餐了 好了出去了 他不理我了 半斤拜拜 拜拜 半斤拜拜 我等一下回来好吗 半斤 生气咯这个半斤 半斤 啊 半斤 别生气咯 真的生气咯 啊 这么小气的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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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撩火了他 你好绝情了 不理小姐了 嗯 走了啊 小姐干活啦 妈妈陪你啊 亲团已经做好了 现在上锅蒸了 蒸了三层 对 蒸了三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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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